每個同藝家的創作都不同的形式 不過看到其實每一個人的創作 都是跟他生活很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藝術不是一定一個 要做到很高深莫測 沒有人理解 而是將你生活的體驗流露出來 將你的感受告訴別人 為何學徒詞有問過我 我不知為何 我覺得自己控制物料的空間處理 是比一般人快上售的 有些事人可能做不到 我又有些特別做到的出來 所以我覺得 既然自己有這方面的潛質 我就會做多些會好些 幸好在英國的時候 找到一個圖詞的大師 就肯收我做徒弟 在他的創作室跟他學 去到英國很近荷蘭 很近比利市 去探訪他們 去看看他們的創作環境實際是怎樣 所以在這些過程中才真正學習 陶瓷主要是兩種 一隻手造一隻拉杯 拉杯初學的時候 技術是控制一齊 因為他沒有能力控制泥 變成泥就比他多玩泥 所以基本的型是先做一隻杯 一隻杯都做不到 不要說做其他 你看到我這個作品 拉杯又會把它變形 或者做一些雕塑造型 那些不是這麼簡單的技巧 做到都不等於燒到 因為燒制過程 就會把你的缺陷全部曝露出來 同樣的課程就是做圖戲 我沒有規限學生做甚麼 當然有一個基本要求 比如說拉杯又要拉得多大 要有甚麼型 基本掌握 但我不希望每個學生做的事是一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創作內容 設計 所以你看到 基本上我們做的事是沒有哪個學生是完全一樣 就算他近似的話 我希望他加了自己的元素 拉杯是比較難的 但粒體就會多些 手造的造型會比較自由些 你想做甚麼形狀都可以 學的人 由小學生到大學教授都有 我覺得任何人 無論他是小的或是大 做一個創作都是一個很正常的事 亦都沒有界限 無論你學歷多高或是很低 都可以做的 只不過你用一個不同的媒體去表達 你一些的感受 比如做圖詞 很多時候大家聽過圖詞的聲稱 其實你的心神定 很難做得好 所以其實是一個鬆弛 集中的一個工作 有些人用來做減壓都有 我所知道 當然興趣也是一個很重要 其實我在這裡最大的困難是甚麼呢 就是我要平衡時間安排 我做創作之餘 又可以兼顧一些收入 如果我不需要擔心收入 我就不可以做創作 而這些創作是香港 香港有些市場可以支持到的 那就最好 但是香港是很難的 工廈通常來講 因為早前的香港工業是不宜 所以基本上很多空置比較多 所以工廈普遍的租金是下跌了很多 我也都看到這個趨勢 所以一定是用一些工廈 還有電力也可以負擔 我們做燒陶瓷的 所以我為甚麼這段時間 都要出現兼職教學呢 就是因為這裡收入不夠 支付我的生活開始 甚麼支持我都不太明白 不過問題是我的興趣 可以這樣說 我的興趣 也是我的理想 就是我想自己有個地方做創作 也都可以將這個 這樣的興趣可以延續給 介紹給其他人 也都有人有興趣 可以我幫他認識 學習一個圖為創作 好了 好 好了 好 好了